超漂亮的 現在是在高雄鳳山先開第一間 那個平時假日如果你沒有定位是吃不到 然後它的招牌就是說 它的吃到飽是平日299 然後你要吃299的牛排 或者是說你要吃高級的牛排 高級牛排就是400、500、600都有 美國的牛排等級都有 那我很喜歡吃它的菲力 或者是雙拼 然後它的自助法 我覺得強就強在說 第一個披薩是現烤的 然後再來的話它的熱炒都是那種 中餐等級的 它不是吃到飽就給你隨便吃 太多了講太多了 直接你進去看吧 店內直接這樣整間開放 是很像那種美式商場的那種自助餐 這個可是一個牛排館 然後這邊還有雜物 現在這個是春捲然後雞塊 薯條休心茶 然後我跟大家來講一下 剛才這個湯真的超讚 看一下喔 它裡面的肉 它這個肉可以拿去膠粉 超好吃的 然後它家不只剛才那些吃到飽 它不馬虎它還有熱炒 中菜等級的熱炒 這個是 炒食酥 喔還有這個 它的這個咖哩飯超好吃 然後這邊還有蒸籠 這個是 蒸包 珍珠丸子 創意料理 喔 不錯耶 其他的吃到飽 冰淇淋是杜老爺的 而且 每一個都很乾淨 然後再來的話 它還有這個 然後普通的就是 飲料跟小餅 醋啊 水 這邊是有咖啡 然後還有這個 鳳梨酥 餅乾 煎點 這個飽力有多嫩 超嫩的 這個肉會端的你知道嗎 你看這個是海鮮魚 這是我們第一次點海鮮魚夫 兩隻超大的蝦 然後 超大套丘 超大的干貝 鮭魚 然後配這個應該是那個 冰島比目魚 它干貝也很大啊 你看它干貝也是很大啊 好啦我們先開始吃了 它目前我們旁邊兩個已經受不了 它先把副食開始吃了 千萬不要偷拍它 千萬不要偷拍它 我是為了拍攝 所以我不得已要吃一下大家的主餐 對 我也是很辛苦 這個的話是 就是我們說的那個 平日點的話 是這個牛排299 然後 所有這些 蜘蛛吧全部免費式 我覺得這個就超划算的 然後還有 這個 雞腿排 如果你是單純雞腿排的話 也是好像才300出 然後也是全部吃到飽 所以如果你是平常想要吃 比較普通的 預算有限的話 你花兩三百塊 你就是點牛排跟雞排 那如果你要吃比較好的肉 像這一段 美國Prime等級的這個 對 那個 菲力這個是我最喜歡吃的 哇 你看超嫩的 超漂亮的 它粉色的 大家都喜歡粉色 我最愛的菲力牛 我每次來點都是點它的菲力牛 然後這個的話是它的那個 菌菇醬 我跟你講它的 它的醬都蠻有特色的 它都不是那種自製的 什麼蘑菇醬啊 什麼 蘑菇醬啊 好好吃喔 滿神甜的 來來來 你吃吃看它的這個菲力 真的超好吃 很嫩耶 這是真的很嫩 其實你普通牛排 它也是肉質很好 它是圓塊肉 它不是那種組合肉 如果是夜市的嫩筋 都是吃到那個 你都不知道那個肉是什麼 其實很嫩而已 圓塊肉的話 是吃得到肉的纖維 而且它又不會乾彩 好吃 因為上面還有一點血水 這雞腿白看起來也不錯喔 超厚的耶 超厚的 雞腿 我要吃你了 我真的要吃你了 皮是脆的 到嘴巴是卡滋卡滋 對 這個的話 我也幫大家吃一下 它裡面還有點半生熟啊 我們吃吃看它的鮭魚好不好 恰恰 恰恰 它的皮尖的恰恰 鮭魚那個油脂 而且沒有腥味 很多外面的餐廳 它的鮭魚是有一種臭臭味 這個是沒有腥味的 然後這個 超大塊的比目魚 深海的大章魚 大魷魚 然後我們的飲料到齊了 超級可愛的熊熊 這個等一下還可以再倒奶柴上去 然後上面是砂磚 它融化它就不會 味道就不會變 然後這是我每次都喜歡喝的 這個是鳳梨 好像是類似鳳梨冰茶加那個調酒 然後這是新的這沒看過 這好愛喔 檸檬沙瓦 檸檬沙瓦是不是 好喝 天然檸檬汁的雪碧 這個我還是最喜歡的 鳳梨啊 所以它是有酒心的飲料 蛤 它是有酒心的飲料 喝了不能開車 開酒不能喝 好啦那這一次的話 我們點的餐點就是在這邊 那我們這一次總共 四個人吃下來是 加一層服務費是 2781 那因為我們有額外多點了五個飲料 那個不只是拍照 那也有來喝 如果你們沒有點飲料的話 一個人平均差不多是落在 四百多到五百中間 那如果你們 因為我們有點的是 比較多的拼盤 加 side order 那如果你只是點普通的 牛排雞排的話 一個人是差不多 平均是在四百塊左右 我覺得真的是超划算 因為它的這些 吃到飽啊 那種熱炒都是單點擊的 那真的是非常的讚 那這一間的話 目前開在高雄的鳳山 拿下降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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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